然后呢拜席会到底怎么样 不知道那驻美大使馆 因为我们现在还在等 就是大陆外交部方面的回应嘛 那驻美大使馆这边呢 也是低调不予评论 所以感觉上就是好吧 你们外国媒体 你们就继续放消息吧 你们就继续在那里删啊删啊 这个拜席会即将要举行了 然后11月讲的还不够 干脆说下个礼拜 然后呢到底是怎样 是真是假还不知道 但总而言之 那个话题就继续吵啊继续吵 但是呢这个新闻 你说它出来的这个时机点 我觉得也很巧妙 为什么呢 因为刚好就在有美国的参议员访台 旋风闪电式的访问台湾这个节骨眼 你不觉得很巧妙吗 又搭军机 搭的军机 上次从韩国 这次从菲律宾 哎马尼拉是不是 对啊一个北一个南 上次来三个这次也来三个 对 上次来的时候呢 新闻发布是说提供75万剂 莫德纳给台湾 对对对 然后大家都一片的掌声 好棒 美台美友好 是不是爱台挺台的 挺台的表现 然后大家还记得那议员下来的时候 走路有风 从蔡英文总统特别到松山指挥部去 然后接见了三个议员 然后谈得很开心 那时候我们吓一跳 对 哇蔡英文亲自跑去 亲自哎 然后那时候媒体就写面胜嘛 对不对 然后是什么见钦差大臣啊 这样 是然后没关系 Anyway大家觉得台美友好嘛 没想到大概过了一个多月 是 我们就买了人家好 30几部的自作炮 嗯 所以是为了军售而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75万剂莫德纳那是干嘛 那是买肉送葱的意思吗 我们花了好几十亿 结果75万剂莫德纳价值 大概3000多万 是这个意思吗 可能是 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这次我们到底 他们又来干嘛了 是不是 还没有正式的一个说法 因为这次也没带疫苗来啊 目前没有看到 目前没有看到 没有听到 那这次他们来到底又要谈什么 然后这次很很罕见的 所以一样蔡英文有过去 也要去松山指挥部 可是我们外交部 反而这时候记者问都问不到问题了 一直问外交部说 他们来到底要干嘛 因为他说是AIT在安排 然后呢我们这个外交部啊 台湾当局就是提供行政协助 行政协助 然后总统府昨天第一时间呢 也不多做评论 对 而且很有趣哦 两次的这一次 都是消息来源最早发布的媒体 都是TVBS 这样子啊 第一次那时候TVBS 他似乎有跟 那个时间比较同步 就是TVBS消息没多久之后呢 各台都有跟进报道 这一次呢又是TVBS 而且那位记者又是跑军事的 那位记者同时间在两次的议员来访 都掌握得非常准确的 而且他拍到了画面 这是让人耐人寻味哦 以跑军事记者 竟然得到这样的消息 两边都是每次都是军事记者 最可见的 这样子的消息 不是在总统府的部分想要发布的 应该是军方跟这个记者的关系很好 收传指挥部啦 或者是相当 然后这些记者像跟 譬如说我是跑军的 然后他可能呢 可能蔡玉琴是跑总统府的 你还没接到消息 我却接到消息了 结果呢我去拍了这样子的画面 那代表什么 如果我们在参访会议上 会问说 那为什么玉琴跑总统府 没有这个消息 因为总统府都不讲 那有志尼跑军事人 军方好像很热 一直想要放消息 好像他们好像 好像有那种跃跃欲试的感觉 所以这样消息 结果就出来了 所以我在想 应该是总统府 对于这次 并没有很特意的 想要去发布这样的消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官方并不高调 不高调 那但是问题是 他们其实搭乘这个军机 也无可厚非 因为事实上呢 这个军机等于就是 例行就是说 如果是议员出国参访的话 那他们的确是可以提供军机 可以 就是搭乘这个行政专机 你这样讲 但是这个从一路 他们从起飞 他们都是开着讯号 所以呢 当然你说跑军事 到底是从哪边得到的讯息 是从一些军事的网站得到呢 或者甚至是也许是官方 也许是官方 台湾内部 这边有一些消息提供给这个记者 私下透露 这个我不知道 不得而知 但是总之呢 在昨天第一时间 得到了这个讯息的我呢 我们那时候头条开讲节目 正准备要进行了 然后呢 第一时间我马上想到的是说 等一下 最近不是才看到 有六个美国的国会议员 在推不同的两个跟两岸的 甚至是跟军售相关有关的法案吗 OK 对 那其中一个也就叫做 Taiwan Deterrence Act OK 那这个台湾威责法案 是这样翻了 那这个的话 是不是有可能跟他有关呢 就先来查一下 嗯 结果呢 因为刚好呢 这个昨天呢 有一个独家 其实是镜周刊 他们呢 在这个网路上面呢 他们有他们的讯息 就是曝光了以后呢 他提到了两个参议员的名字 其中一个参议员的名字呢 就叫做John Cornyn 这个人呢 他刚好就是台湾威责法案的 推案的其中一位 OK 然后这位共和党籍议员呢 因为名字是重叠的 嗯 那我当然第一时间就联想到说 会不会就是跟这个法案有关 有可能嘛 因为你要在国会 你先推这个法案 我想跟大家报告 国会美国国会议员推法案 其实是稀松平常的事 很多法案 但是如果说 这是攸关跟美国的军售利益相关的话呢 嗯 我们往往看到呢 跨党派都会给予一些支持 或者是一些比较积极的作为 为什么呢 那就是有很大的利益嘛 对 你想想看他那个内容里面 他提到的是说 你每一年 你可能是提供 金元或者是用贷款的方式 提供20亿美金给台湾 嗯 那如果是用贷款的话 那就是要收利息啦 对不对 然后20亿美元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提供给台湾 那做什么 他的条件是 你要买美国的军售 持续买武器 对 因为我们在维修你的武器 所以嘛 所以就说 如果这是涉及到 美国自身的利益的话 那当然他可以更加的积极啊 嗯 那现在他如果这样子一来 钱的是 对 那我可以赶快什么 我先跟你美 这个台湾方面 我要先确定啊 你看 现在我们在讲话的同时 今天下午此时此刻 他们到了什么 他们到了国防部 OK 对 就 你不觉得就是 这么直接啊 就是啊 他们其实就是快闪要来嘛 然后呢 马上你看就是要来 对头是谁 你们对头是谁 你到国防部你是要听取什么 或者是你要报告些什么 对外一定会说 跟台湾协访相关的法案 我们要去跟 我们台湾对接跟研究 研究他个头呢 所以呢就是 他们一定有他们一个目标 然后他定了一个目标之后 那他就要来跟台湾的谈 你能不能达成这个目标 大家要互相来讨论了 那你要多少钱啦 钱要怎么算啊 然后要买些什么样的项目啦 是不是这些都可以在这个时候谈呢 相关单位都是非常的保密而低调 这个跟过去那种所谓参议员来参访啦 来所谓的交流啦 那种不一样 所以呢 这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更具体的一些东西 会日后再出来 那我们现在当然还没有看到 进一步的官方的消息 来给予证实 但是你从种种的迹象去看的话 那来做什么的呢 而且最近其实针对台湾 或者我们要讲针对跟两岸都有关系的 就有两个军售啦 就有两个法案啦 所以呢 武装台湾法案 等着看啦 对 就等着看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啦 我跟各位讲喔 这次我又让我特别担心 待会请教官会再谈到说 两岸现在关系又更升级 因为太危险了 因为这个动作太不寻常了 而大陆那边的反应也非常的不寻常 越来越升高 可是你看喔 他们这样子一直来这边 一直释出的方法 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那他们到底凭什么 那你不觉得每次他们提出来都是 什么三公报啦 六个保证啦 台湾关系法啦 其实非常的简单 台湾的民众 你们一定要很清楚 我们台湾 其实美国并没有权利这么做 美国是根据当年一直要巴结大陆 所以搞了一个叫三个公报 所以呢跟中国先缓一缓 你跟俄罗斯正在吵架 那我们大家不要吵 我一定挺你一个中国政策 而且我一定跟小老弟台湾绝交 一定都不会在我们的范围里面 好不好 我就是跟你中国交朋友 那你要站我这边 那个时候他是跟中国非常的交好 只为了要孤立俄罗斯苏联 结果呢跟中共拥抱 变成朋友三个公报 签了之后呢 一个中国原则 回过头来跟小老弟咔嚓断交之后 发现好像不能断 这个断了以后怎么办呢 大家后来想一想 回头跟台湾跟他秀一秀 好了 小老弟小老弟回来 回来回来回来 来来我跟你讲 老大是给你故意的嘛 这么凶 我先帮帮帮你 现在呢我们再来一起来 好不好 大家搞一个六个保证 我们一定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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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因为这些保证 再搞一个台湾关系法 那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 美国呢 要逐年的减少卖给台湾武器 BUT BUT 就是那个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但是就变成了现在 一直飞来要东西的一个 最大的原因 所以啊 但是什么 如果大陆持续对台湾的威胁 那美国就会一直卖武器了 大家听懂吗 美国就是为了什么 全部都为了自己啦 当初呢为了跟苏联对抗 也是为了要跟世界各国讲 你看苏联多危险 然后开始卖武器 开始跟东东搞战争 然后把中国安抚下来 而且中国崛起了以后呢 大家眼睛看中国 然后我跟台湾 开始搞东西搞东西 然后本来已经答应大陆了 OK 我们一个中国 然后不会再卖给台湾武器 BUT 那个BUT每天飞 每天来这边 哎呀我们现在越 所以他要搞一个什么 那个BUT就是要搞大陆越来越危险 就每天被一直栽赃上去 你看他们又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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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按照台湾关系法 三个保证 六个保证 我要卖武器 我不得已啊 我好辛苦你知道吗 我也不想卖给台湾武器都是你太坏 这些人好可怕 但是这个其实无可或非啊 然后美国利益优先啊 因为他是美国人啊 对啊现在大陆很麻烦啊 如果他在这时候升温 又飞弹的又军机的 美国更有很多的借口 你看 你看威胁吧 所以再来 80辆自走炮 50枚飞弹 可是如果大陆不飞 那变成内政他不干涉 不管任由美国这样子 予取予求吗 你不觉得很麻烦吗 是好 大家现在刚刚 其实我看我们 线上有网友 SS说是来收账的吗 来收账的 然后Calvin Samson说 是先来收钱才推法案啦 文勇还说利息喔 利息是每一年一兆美元啊 哇也太惊人了 但是呢 真的大家都很多呢 都有不同的意见 欢迎大家能够多多在我们线上 提出来 哦 不过呢 现在好 我们要赶快先来冲 线上的流量 我们要继续的加油喔 加油 现在好 刚刚我们谈到的是 当然美国国会议员此行来谈 案情不单纯 不单纯 你好社会嘛 人家想说 李组长眉头一皱 眉头一皱 案情不单纯 然后呢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不是跟推动这个法案有关 然后呢 事实上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 嗯 美国国防部 他们当然也有说法啦 就说 这个不是所谓的五角大厦的代表团 因为大家发现说 里面有两个军官呢 一个上位一个中尉 哦这样啊 哦 两个军官那什么意思 那是不是跟军事有关 然后是不是可以叫五角大厦访问 他说不是 不是 是国会议员访问台 赶快就要撇清 但事实上你还是有啊 你还是来了啊 然后今天在国防部 那你军官呢 对不对 就是这个成员没有改变 所以呢 真的国防部那样讲 也让人觉得是蛮奇怪的 好是国会议员在带头 但是你就是有国防人员来随行嘛 嗯 那但是目的又是什么 目的什么 也不讲 然后就只说 这个一切都是符合台湾关系法 你看这个说法 又来了 是不是很好用 很好用啊 符合台湾关系法啊 我对不对 我说保护台湾 保护台湾 符合台湾关系法 然后呢 要说保护是怎么保护 那其实就是卖武器 对不对 然后你去前面 你去前面 我在后面给你武器 去去去去去去去 然后收款 然后收你的钱 所以好处占尽了耶 所以你看啊 就是这个盛盘打的金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 民进党政府 就是一直不断的 还是要再继续这样做 这个其实 不是所有的台湾的老百姓 都会同意啦 但也只能这样 然后有些人真的觉得说 好吧 那现在美国都说 一直要保护我们 可是问题是 台湾有感觉到是更安定吗 有更安全吗 还是所谓的兵凶站围呢 那兵凶站围 不就是民进党政府 自己在那边讲吗 就是现在是在现在紧张啊 然后就说啊 中共现在他们怎么样 解放军又如何啦 什么加强战备啦 然后又有这个能力 又有那个能力 讲了一堆 然后呢让大家会怎么样 会感觉到更加的恐惧 更需要保护 然后就要买更多 对 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无限循环 对 可是问题是好 大家要想想看 一直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 美国国会议员来 你觉得真的是拜登政府要他这样做的吗 其实有之我觉得不见得 真的吗 因为就是我们一开始讲到的 那你不是现在习拜会就要来了 对啊 你是说下个礼拜就有可能来了 对啊 那你这个时候来弄这个 你这时候来弄这个 你不觉得很怪吗 真的很怪耶 这根本不合逻辑啊 那为什么呢 他是棒子跟萝卜一起出的意思吗 当然也许你说 是不是一手萝卜一手棒子 对 两手策略是这样吗 嗯 就如同前几天 美国的白宫顾问 这个Jake Sullivan 国安顾问 他不是才 你记得他吗 他才去苏黎世会谈 谈那个习拜会 要怎么个谈法 美国跟中国我们要怎么样 要小心要合作 对 总而言之回来以后呢 结果你看他最近 他才讲了 他说什么 美国现在对华政策 不是要改变中国 是要找到跟中国共存的方法 他这样讲呢 让我们觉得就是说 所谓的你说维持台海现状 是符合中美台的三边的利益 那既然都这样讲了 我就觉得说 好像现在已经是把那个 线已经画得很清楚了 好像感觉上说 我们也就不要去触碰那个线 那条红线 我们要谨守在这个奋纪里面 就像谨守我们这边 陈建宏才会放心一样 是是是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对不对 对呀 话都已经这样讲了 然后呢 怎么会又突然冒出来的一二说 拜登就跟国会议员说 你要不要去一下 不可能嘛 而且很多来的还是共和党的 所以 钱教官的意思是 所以你不觉得有可能 其实也是 现在要吗 就是这个国会议员 他是自己要来 我们就是要表示说 对利益团体负责 这个苏利文这样讲了 但是我们还是要抗中 我们现在呢 要积极的抗中 我们这些对台 有关相关军售的这些法案 对 这些东西不能停 不能停 要继续做 然后这是一种所谓的 一种主张 然后等于是这个动作 是不是也是要做给拜登政府看 这是有可能的啊 而且又是共和党的议员 对啊因为他要推法案啊 对 所以或者是他对他的背后的 你要我支持你 我点口袋要保啊 对啊 那要对他们有交代啊 对啊 这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 当然这些一切都是说可能性 我们不是说就一定是这样 但再者有没有可能也是说 那现在也许 拜登政府就跟这个国会议员 因为跟国会议员里面 他是跨党派 对 他也不是只有共和党 他也有民主党的啊 民主党 那拜登也是民主党 对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起合作 合作来做什么呢 做什么 合作就是来试试看 到底大陆会怎样 欸 对不对 有道理哦 对啊 我们今天来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大陆方面 你有什么反应 对 那就好几种选项嘛 对 如果大陆跳脚 激烈 那是一种反应 是 大陆爱理不理 是一种反应 是 哇他在做这种测试 对啊 然后呢 会不会影响到习拜会呢 嗯 对不对 你有道理 如果这样请教官讲 我就有 就有可以推论啊 如果他们故意一唱一喝 OK 我这边在释出要拜习会的消息 另外一边呢 我议员就故意戳一下 戳一下 弄一下两岸危机 弄一下台海危机 然后 他看到结果是什么 如果结果大陆是相应不理 冷处理 冷处理 哦 习拜会细节 工作进度 我们继续照走 慢慢来 不急 明年再会也可以 不是啊 如果说他当没事 那就继续 习拜会该怎么谈的 我们还是继续谈 谈我们的 然后呢 一切所谓的这些外交工作 我们的也都不停 那如此一来的话 那美国就会觉得说 好像这招没用 所以我现在 我现在来戳一戳 弄一弄 你还是愿意习拜会啊 哦 反而你是 你愿意习拜会 那就表示说 所以其实你也很想跟我谈嘛 就不是说 只有我拜登政府在急嘛 大家听懂 请教官的意思 对啊 你中方其实也很急气啊 对啊 因为可能 也许现在你中国 这边也会很着急啊 如果中美贸易的问题 不解决 悬而未决 这样的话 表示对你中国也很伤啊 所以是不是他现在来测试一下 这个有可能啦 嘿嘿嘿嘿 有道理 但如果说 如果他不理 然后呢 很硬 有我们就不要谈了 就不要习拜会了 一方面就是批评指责 呼吁警告都来之外 然后呢 还加大军事方面动作 然后甚至习拜会进度 也开始跟你什么拖延 然后呢 就换另外一个方式来对付你 表示我不爽了 对待你美国 对 那表示那反正我真的不急 对 本来是说 对我们都应该要这个 化解这个所谓的这个 尷尬 对对对 要缓解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 紧张 对对对 但是呢 如果你既然这样做的话 那我也有我的步骤 我也有我的方法 对 那么美国看在眼里 那就知道啦 那就了解那下一步 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去 可能要修正步伐 对对对对 这个基本上我觉得 也许这是一个测试的 一个好机会嘛 哎我倒觉得 这是有可能 可是另外一头呢 你看到眼前即将 刚刚我们在讲说 习拜会不知道 是不是真的能够在11月 或甚至是像路透报导的 下个礼拜就有可能要登场 真的还不知道 但是在12月 倒是有一个活动 那个呢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上任没有多久之后 就一直在力推的 所谓的民主峰会 这个峰会呢 就是拉着台湾了 就是真的吗 甚至来说 要邀请台湾也要来出席 是啊吴钊燮吗 百国 哎没有啊 之前就说 因为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元首级的人 要来参与嘛 所以就是说 那可能是不是 连蔡英文都会被邀请到呢 你想想看 如果真的是邀了蔡英文 而蔡英文也参加的话 那大陆方面 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那这又代表的是 是什么样的意涵呢 对不对 哇塞 对啊 然后呢 上百国的元首 要来一起参与 是12月9号到10号 然后这个还叫做 民主峰会呢 哇 如果真的是民主峰会 泰国啊 泰国啊 还有新加坡 新加坡 谁叫你一直烦我美 我吓一跳 对 因为这个Politico 就是有一个外媒 那它这里面呢 说有拿到那最新的资料 就是美国到底要邀请哪些国家 列 有一个清单 现在全世界197个国家嘛 英文的 用原文的 然后在里面看看看看看 台湾 但是呢 没有新加坡 没有越南 对啊 这是什么呢 令人不解 那后来仔细想一想 是不是就是因为 我没有跟 紧紧跟随着你美国老大哥 或者讲的更直接一点 直白 他们比较亲中嘛 是不是 是不是 对呀 对于很多的一些 包括要加入CPTPP的 中国大陆 欢迎表示友好支持 然后呢 东盟国家里面 RCEP也是跟大陆 要站在一块 所以呢 新加坡 越南 泰国 不好讲不好推 叫不动的 那些我就不要叫他来 诶 有没有可能 你这样讲起来 这CPTPP名单很多 真的没有在里头 你看从越南 泰国 新加坡 CPTPP 九个国家里面 都占了三国了 而且这些都是 尤其新加坡是下一期的 会员 那个 轮值国 很有可能在他的任内 让中国进入CPTPP 你这时候 美国突然来一个 这样子民主峰会 你的意义是什么 拉着你啊 选边站嘛 选边啊 对 看你要站中国那边 你就不要参加我这边 哎 那你要参加我这边 那中国那边 自己看着办 就在搞这种调调嘛 而且每个里面 似乎都有自己的目的 然后还有 可以不可以来的 还有大家觉得很奇怪的 也进去的了 也有这些国家 是 这个就是美国自己在挑三拣四啊 是啊 我说你可以就可以 你说不能就不能 对 包括台湾我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 嗯 那个 这个时机点到时候 台湾又要选举 嗯 我们是不是又要被超共反中派 是啊 这个 又要拉着这个整个联盟 哎呀 现在在弄那个年底公投的 就已经在抗中摩台了 而且这个叫峰会 国家耶 是 是 拜登你把台湾当做一个国家 但是美国是强调啊 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 他有什么说 说 这是符合美国的一中政策的情况 有吗 然后邀请台湾来参与 那这个一中指的就是说 也都是符合 是以台湾关系法啦 三个公报等为指引啊 那就是他们这样子说啊 那就等着看到底会怎么样 而且我觉得很好奇 你觉得真的11月 在习拜会 习拜会完了以后 再来一个 拜登在那里伸张的民主峰会 然后在那里 联合这么多的国家 我们一起来抗中 一起来批判人权问题 很不合逻辑嘛 对不对 我还是觉得非常的不解 好 好 好